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眼下结束了全景赛之后 目前包括林诗栋 王毅迪这些国拼主力 将会奔赴法国参加冠军赛 而与此同时日前国际拼联 也更新了最新一周世界排名 我们来看一下国拼的 队内世界排名对比之前 又有了哪一些具体的变化 有哪一些要点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男女单前三名和上一周 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中男单方面 王楚清 林诗栋和樊正东排名前三 女单方面是孙颖沙 王曼玉 以及王毅迪排名前三 那么从积分来看 王楚清和孙颖沙 这两个世界第一是断层领先 其中孙颖沙的积分已经破万 他比第二名的王曼玉 要高出两千多分 而王楚清的积分是七千多分 比第二名的林诗栋同样是高出了两千五百分左右 所以可以说呢 目前沙头组合 他们在各自的单打排名当中是断层第一 即便是下一站的比赛 这两个人没有参加 但是第二名的选手即便夺的冠军也同样很难超越他们 那么除此之外呢 值得关注的是排在第二名或者第四名的陈梦和林诗栋这些球员 他们的整体的排名其实也是形势比较危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男单方面 目前林诗栋排在第二名而梁敬昆排在第四名 但是他们的积分并不算是特别有优势 其中林诗栋和第三名的樊正东其实也就相差了小几百分而已 这意味着如果林诗栋不能够在接下来的冠军赛拿到好成绩的话 那么他的积分排名随时有可能被樊正东超越 而梁敬昆和马龙之间的积分差距同样也是非常小 再考虑到梁敬昆进来国际大赛的成绩并不算是特别的出色 尤其参加亚锦赛在团体赛中多次遭遇溃败 所以这一次如果在冠军赛的赛场上出现爆冷意外的话 梁敬昆的积分也分分钟有可能在后续被马龙超越 所以这同样也是一个形式非常危急的事情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35岁的马龙的成绩确实是非常牛的 虽然说最近他只参加了北京大满冠这一个国际赛事 但是他的世界排名依旧能够排在前五名 他的积分和前四名的国平现役主力没有太多的区别 目前我们暂时不清楚马龙到底什么时候选择退役 但是按照北京大满冠时候的状态 其实马龙即便是再打几年应该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世界排名重新回到第二名 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国平这些年轻主力球员来说 看到老大哥马龙依旧老当义壮了 应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要求打出好的成绩 在为国争贯的同时也可以为自己争一口气 努力提升世界排名将来才可以获得国平教练组的重用 当然总的来说从男女单的前五名排名来看呢 我们国平依旧占据了大头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着这个领先的优势 继续努力打出更好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